你知道中国现在正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条视频 因为现在中国真的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甚至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你会发现最近出台了很多你原来没有想过的政策 教育的双减政策 辅导班一下都不能办了 孩子没有地方去上辅导班了 学区房被打压 名额到校 突然之间放开三胎 针对大企业的反垄断调查 这些事情组合到一起 它到底在折视中国现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中国现在在进行一个大的变革 从效率转向公平 其实我们现在的政策更多都是针对 让所有的人都富裕都有钱花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导向的 你看中国老百姓现在手里面的钱都去干嘛了 买房子占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再就是孩子的教育上辅导班 钱买房子给孩子上辅导班之后 没有钱去消费了 但是如果说一个经济体 它的消费不好的话 这个经济体是非常不流通的 我们不能够让钱集中到某一些领域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钱流出来 所以去针对房地产 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而且现在开始力推租房 这个政策之后租房子所取得的权利跟买房子所取得的权利是一样的 比如租房子 孩子也能上学了 那学区房自然就会消失它的价值 所以现在国家是从根本上动摇这些东西 把这些钱腾出来之后 大家都去消费 那之后又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消费品在GDP当中占比的提高 是走向富裕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发达国家 他们消费占GDP的这个占比远远高于中国 现在这个消费对GDP的占比的提高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双循环当中的内循环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花钱买自己的东西 如果说这个循环做起来的话 那经济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流通的状态 所以即使现在中国的发展 牺牲一些发展的速度 也要提高整个的公平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从效率导向公平 走向共同富裕